為朋友 樂報我不講場 時間又到了 我是如榮釀 身邊有鄭仲暉 如Sir 你好 大家好 今集想和阿輝哥講一講 澳門金融方面的發展 近日由廣東省方面披露了 幫澳門向中央申請在澳門發展人民幣離岸結算和證券交易所 這是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政府部門 他向北京申請 因為有些事要經由他和澳門兩方面的合作 缺一不能 因為這個人民幣的結算不是我們單方面澳門可以做 證券由於同一方面有關 所以都連成一起去談 澳門做一個證券交易所以前都有想的 但現在這樣做是由於有中央的成份 我相信報上去一定是批的 報之前亦都醞釀了很多東西 做到這個門面功夫的時候 相信一定是批准同會很快進行 特區政府之前都提過澳門要發展這個叫特色金融 其實這個是不是入於特色金融呢 理論上就不是的 但都可以是 兩樣配合 證券是平時的 那這個人民幣的結算呢 結算是一種特別的 因為它不是用本地貨幣 那已經可以說是進入這個範疇 所以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浦宇是那個特點 澳門有這方面的優勢 這個已經做緊的 所以還有一帶一路各方面呢 就是再建立用人民幣作為這個未來金融 就是在國家那方面 一個重點發展的項目呢 那澳門都是一個好地方 有些人就說這個呢 可能將來是澳門在有關方面 有關方面就是說 一些上市的公司的成份 看看到時是哪些在澳門上市呢 還有另外這個人民幣的離岸業務 它的納斯特克的指數 有很多人說呢 澳門這個經濟體這麼小 是不是適不適合做一個 所謂在中國來說 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市場呢 因為中國在對外的金融市場 其實就是三個的 香港、深圳和上海 那現在加上澳門 那澳門呢 大家會比較其他那三個地方 澳門呢 這個似乎是整個經濟的那個體積呢 是不足以做這一項的金融的項目 這個我都解釋一下 大家要知道 就不是做本地的市場 你看看香港上市的 阿里巴巴有在香港上市的 騰訊都有 但這兩間顯然就不是香港公司 亦都有些機構 它有總公司的 它有個股份的 譬如中國銀行 又有中國銀行 又有香港分行 又可以另外一個股份的 有這樣的情況的 我想呢 這個呢 我們現在看呢 澳門呢 就好像真的有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那個先天的問題 先天的問題 變成我們工業是做不到的 人力資源 地方 環保 各方面 農業還不用說呢 所以發展這個娛樂事業 我們好像叫做一碟獨大 大家都會有個擔心 一碟獨大 其實對於一個地方的發展 是不太健康的 但如果那一頁呢 永遠是頭的 這樣就不同 但你沒得說 因為它那樣島 不同 礦 礦呢 如果你說鑽石礦很厲害的 開發很久都不完 那你一頁獨大 我覺得沒問題 島這一頁獨大呢 現在當然仍然做得不錯 好過拉斯維加斯 但是不是花可以有千日紅 萬日紅呢 不可以 因為始終這件事呢 如果我們剛剛說 這個金融的體系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很特別的市場 因為它呢 今天我們都經過了 它不是一定要靠你那個地方 有多大 我可以再解釋一下 你就講香港 香港政典交易所 整個香港九龍新界 都是政典交易所 不是的 你只要在一個辦事處 包括或者不用整棟大廈 有幾層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你講那個市場 因為現在市場 由於有高度的電子電腦化 那就可以國際化 是不是 那我們澳門將來 都等一個辦公廳 但是所有的股份 可以是全國勝出的 而剛才說的 人民幣的離岸結算 這個就重大了 即將來很多離岸的業務 就通過澳門 是和國家去進行結算 這個數值才是大 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這麼多地方不找 包括香港 包括或者廣州 不要說深圳或者上海 是找澳門 澳門在這方面 其實有什麼優勢呢 我們這樣看 為什麼以往那些東西 在上海發展 上海那個政典交易所 我還沒開展的時候 我已經去參觀了 做得規模好 然後大家看到深圳 又會有些聲音說 為什麼不在廣州 當然當然有很多說 為什麼不在那裡 不在那裡 但最重要 在那裡 這個不是問題 就是要在那裡 做得成熟 和有基礎 然後我們看過去 上海的股市 是逐漸趨向成熟的 它早幾年試過 突然間大跌 又經過熔斷 有些不是很正常的做法 之後呢 又改善了很多 似乎好像都是 不跌不大的 小孩子都是這樣 現在又成長了 到深圳 它都是一直在成長 好了 這個一定要有些傾斜的 不傾斜 所以就不會選擇某地 那選擇澳門呢 因為澳門 也是很特殊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一國兩制 不是香港就是澳門的 澳門被稱為 回歸後 都做得不錯的 它的法律 有些東西 接近香港的 而我看好就是 澳門的銀行體系 當澳門的商業法律 未成熟 但由於很多銀行 香港開過來的 它是帶動不到 澳門的銀行發展 甚至澳門的頭號銀行大哥 以前是大西洋銀行 它都是比起一些國際級銀行 是落後的 你看到澳門有美資的銀行 發資的銀行 一早進來的 跟著呢 香港的老大哥 匯豐銀行 又很早進來澳門 現在匯豐又變成千冊了 所以我覺得澳門 憑值有這麼好的銀行體系 是可以扶持到我們的金融去發展 你少一不可 香港我們看回72年 股災了 1700點突然跌下來 當時也很幸運有銀行 是救了整個股市 也是缺一不可的 有些人覺得有些奇怪 就是為什麼突然之間 這個消息在香港這個問題的時候 湧出來了 是不是因為香港現在社會的動盪 令到是不是一個後備牌 其實我知道 香港人可能會以為這樣 但澳門呢 本人都是一回歸的時候 都建議澳門做股票市場 因為我看到很多地方 不一定去股票市場 做到世界第幾位 以至亞洲第幾位 你只看台灣 台灣股市很容易升或者跌停板 因為比較害怕 但它也有個交易 那些人想買賣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份 憑哪裡買不憑這個市場 所以股票市場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所以現在呢 當然我認為呢 澳門去取代香港這個 不說得取代 有沒有必要 尤其說明是做人民幣離岸結算 香港都不是這關頭 所以這個我覺得 如果運為一談兩個市場 是知過早 將來會做到什麼 大家不知道 我相信大家就對香港現在的局面 就不會看到以後都這樣 我比較看好 就是有些東西 是叫同步發展 包括人民幣現在 它都不是一個國際自由兌換的貨幣 是不是 將來或者會自由兌換 而很多地方呢 包括歐盟 美國 加拿大 都希望人民幣將來是自由兌換 即可能有些東西 國際化 和是比較穩定化 是會好些 是嗎 但是澳門呢 趁著人民幣 還未可以自由兌換 而去做這個工作 我覺得是同步成長 是一個好處 即我覺得呢 這方面呢 在澳門做這個股票的金融市場 都是一個合適的 還有我本人呢 這個只能選擇 因為我掌握不到數據 我認為這個 在美國方面 都是已經知道大概怎樣 由於跟著我們的賭牌 又要重頭 那賭牌之中 你知道有幾個都是 美國六大哥的 是嗎 假如將來澳門又做股市 又可能或者給回一些利益 給美資的 這樣就互相平衡 只要那個餅 一人分到一些 那個羹 你又有一羹 我有一羹 每人有一杯羹 這樣才可以吃 如果是一面倒的話 我想澳門很難發展 假如美國又傾斜 又幫澳門 我們阿爺又支持澳門發展 那跟著呢 整個銀行體系呢 又能夠穩健地去支持股票 好了 支持股票市場的同事 銀行 由於很多人在其他地方開過來的 他委派他相關範疇的人才來澳門 說這麼容易 是吧 我覺得澳門 一件事都好像具備了 現在好像我們以前說的三國 只欠東風 爭取阿爺 吹一吹 希望不是吹北風 真是吹東風 西風都不吹 多謝阿輝哥 所以我為了 如果有那麼多人 我想說 這樣 我會想說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